像這樣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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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苦惱 有一個人有哭有笑 Makio代求嫁人情史出途 最後問獎密戀曝光 女生叫金大牌 女生叫金大牌然後呢 男生叫金雖小 37歲Makio跟34歲 投資醫美診所的股東金先生 招往三個月就做人成功 19號包下遊艇 並舉辦求婚派對 宣布肚臨男寶寶已經四個月了 20號也將等級結婚 美意反反這位媽媽的情實 最驚天動地的 就是她和歐漢生 羅志祥的羅密歐之戀 Makio在2000年跟歐漢生交往 南方當兵前 把她託付給羅志祥照顧 退伍之後女幼竟然病變了 謝謝你找了一個 很會照顧我的人來照顧我 歐漢生就此帥翁失麻 嫂子到了小豬面前 就變餃子了 儘管Makio事後澄清沒劈腿 也在節目說過 跟歐蒂分手之後 隔了很久才和小豬在一起 羅志祥也一再喊冤 2020年更在專訪中 鄭重否認 我沒有搶她女朋友了 羅特 歐蒂卻PO出現實動態 金石止損有多重要 在交往初期 如果對方讓你感到明顯的三觀不合 一定要及時分開 哎呀 看來20年的緋文無解 小豬是得繼續扛下去了 你說我比較像你的好朋友 只是不小心擁抱著 除了這段三角戀情 2012年Makio跟日籍男友 有盡轟輝鬧出的醉油問獎 也是景點喔 我是從那邊 如果要穩住的話 就要穩住到台灣 當天的事件 薪雄比我還要穩住 如果要穩住的話 薪雄比我還要穩住 林先生 真是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 謝謝 不好意思 昨天我真的完全不曉得什麼狀況 那今天我就知道真的就是 昨天一直都沒有睡覺 然後在家裡一直哭 然後想說我怎麼 真的對不起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事件 讓兩人的曖昧情補出水面 但Makio也在演藝路上重衰 加上馬媽媽不贊成他們繼續交往 友記回到日本之後關係就此淡去 處理一下Makio的情路 除了Odi 笑豬 友記輪迴 生命中的男主角 還有他們 對了Makio的感情觀很前衛 他曾經說老公可以外遇三次 但是男朋友劈腿一定分手 靖先生是該開心嗎 男友劈腿就是憑什麼 對 因為那是男朋友不是我老公 那老公的話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在外面有找其他女生 然後或者什麼 其實我真的可以是兩隻女生下來 好 想都不想 就帶進去 我會是一條盪氣會長的好看的 我愛你